这是国师要我替他做的事 请罪失明 赵兰芝 国师要我杀了你 我怎可违抗失明 更何况 你在这儿威业远安归了这么久 我凭什么要放过你 我恨你 请天后则称国师放了远安 并寻陈天叔 起来吧 跟本宫去趟国师那里 遵旨 遵旨 你瞧瞧你 怎么老成这副德行了 老妈 老妈 还好啊 不过你也是 十九年了一点都没变 还那么胖 四胖的 戴这个帽子 就是为了织这条巴马 算了 都是过去的事了 我有东西给你看 你 当年师父元济的时候 散落的天珠 如今我已经有七枚了 再加上你手中的两枚 就凑齐了 我 我 完了 久没了 你以为他把我抓回来要干什么 就是为了要那天珠 我终于找起久没天珠了 叔叔 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当然 得天珠者得天下 他说的没错 原来师父不让我们演练这上面的法术 可十九年前 他为了夺天珠 用着天珠上的法术 杀死了同门师兄弟 而且他只破译了一枚上的秘咒 就被大唐锻造了无数的杀人兵器 他还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国师 这些都是拜天珠所赐 我说得没错吧 师兄 你再说些什么呀 咱们俩之间有一个坏人 那就是你 通缉犯臣天珠 而我是国师天桥 举国公认的好人哪 悉評态 解放